開始,以登記順序,來發言,首先請陳菅如緣 陳委員,您好 署長 在發現說 居民的井中有 驗出木跟 鷹 那這個 改善的方式竟然是用 裝自來水 那環保署這邊有沒有作為說 有沒有罰錢 照理講,要按日罰錢 然後 再來就是 撤銷執照啊,好像這些動作 環保署都沒有做,是不是 在環營友達 如果他們是違反販農事業 標準的話,那是會接受處罰的 是吧,有沒有做 你們沒有嗎?過去曾經有過吧 啊,曾經有過,怎麼法 地方環保單位如果 什麼時候? 是不是請桃園縣環保局 能夠來說明一下 桃園縣環保局 違規的情況 你們到現在為止 對兩家公司處罰的情形 呃,我跟 委員報告啊,剛剛 有提示到是有關 井水中的木跟鷹的部分 因為那個時候的民國九十幾年 放涼水標準沒有這一項 而且沒有直接的證據 所以,台灣現在處分不是因為木跟鷹 是因為他平常如果被我們採樣 超過放涼水標準的項目 我們有做處分 那如果委員需要我可以把他處分 那暗日處罰,有沒有 有做這些動作嗎? 呃,我們 你們怎麼沒有熱令他停工 我們請那個許處長來說明一下 為什麼沒有熱令他停工 既然這麼不聽話 跟委員報告 有關那個鷹家木 從那個九十九年我們 放流水規範了以後 那兩家我們都去採樣 原則上 是啊,有沒有去罰嘛 鷹家木的部分 剛才委員關心是民警的鷹家木啦 但是我們 原則上水戶啊 是從他的放流口來管制 放流口的鷹家木 目前都符合放流水標準 目前符合 但是他總彈的部分 我們在一百年有罰過兩次 以上說明 我覺得環保署很可憐啊 你碰到經濟部 這樣維護地方財團 你們竟然 這您請放心 我們該罰我們罰很重 像我們現在罰到四億的都在罰 所以 罰誰罰四億 我們和平 和平電廠罰過四億 所以 主要是違反 只要該罰的我們不會放鬆 這兩家你們到現在為止有什麼辦法 就是說他違反的我們還是罰 現在 沒有罰嗎 中央說沒有罰 哪裡有罰 但是他這個不到被這個聯罰 或不到被停工的階段 你也無從去罰 但是如果是該罰到這個程度 我們絕對會罰 你今天竟然你們環保署的公文說要跟他罰 可是呢 你經濟部來一個說 兩天就來一個說 蕭李希這邊可以做這個開放他們排放 那你們環保署的地位在哪裡 向您報告 就是說 桃園縣政府做了違法的許可的時候 我們要他撤銷他不撤銷我們就盡於撤銷 所以我們就是以我們的權限 確實也說清楚 要他撤銷 我也撤銷他的許可 突然到新竹這邊 你看新竹的居民這麼受苦 你們環保署竟然沒有任何一個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有 我向您報告 已經13年了 所以我們對於他的切身的飲用水口就改掉了 可以用這個方式嗎 竟然沒有對這兩家工廠 採取任何的罰款 或者任何的罰則 竟然用你們去改這個取水口 這樣對嗎 向您報告 剛才我們許處長也報告 他在安淡被我們發現不合格的時候 就有給處罰 所以不是沒有處罰他 就是他有證據被我們找到的時候 我們一定是處罰的 你們這樣子齁 都對廠商一點辦法都沒有 然後呢 經濟部的一身令下 你們環保署也沒有能力去反駁 這樣這種 部會跟部會 地方政府 也不聽環保署的話 那這個你們的法令規定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效率呢 有的 就向您報告 他如果沒有遵從我們的要求 我們就淨於撤銷 就是質詢共權力 咨詢我們中央對地方的監督的權限 所以我們也做了 你們現在齁 這個前日的 產業那個 產業發展會議裡頭呢 還去決定說 環評要 產業的這些 這些廠商 還說環評要移到行政院去 那你們環保署要做什麼 環保署只是做下咨詢 這樣您報告 如果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就跟美國的環保署一樣 美國環保署在環評裡面 他擔任的角色 就是看所有的環評有沒有 只做諮詢嗎 他們只做諮詢嗎 不是不是不是 針對環保署所掌管的法律部分 在環評的過程裡面 如何去要求 還是環保署必須要盡他的責任 那至於我們的學土保持法 文化古蹟保存法等等的 各個法律 在環評的過程 也根據他法律的主管機關 要進入 照理講 桃園縣政府不處理 你們這邊還有一個督察大隊 還有環保的這個警察大隊 他們在幹什麼 都沒有去嗎 請我們督察大隊 是不是報告一下 是 環保署沒有作為嘛 你這樣環保署很丟臉耶 你們有沒有去查 報告委員 我們對華映跟友達的部分 三年來喔 華映的部分去了163次 包括總隊跟地方政府喔 那違規的部分 那違規的部分罰了12次 那友達的部分我們去了141次 違規的部分罰了6次 包括環評跟一般的這個空灶水廢毒的這些違規 什麼時候去罰的 啊 最近也沒有去 現在監察院已經 已經現在你們12月19號要拿出這個 有的 101年 也各去了 44次跟50次之多 那罰 怎麼罰 罰了三次 罰了三次 這樣還沒有達到說 热令庭業的標準嗎 蛤 你們一直罰 罰那麼多次 他只有給你罰 也沒有什麼作為啊 我想 處罰有處罰的比例原則嘛 憲政府一直說要排放到消理溪 你現在兩邊的憲政府 老街溪他都不讓你排放 你看這個圖 鳳山溪是在新竹 那這桃園縣顯然在欺負新竹縣啊 你們環保署又沒有作為 所以 你要知道哈 下面委員報告哈 把環評的責任推給行政院 我想我大部分時間都站在維護新竹縣的權益哈 那麼所以 只要是他是違反我的環評的要求 我們絕對是站在的環評法 所以他為什麼他給的許可 我還是撤銷他的許可 你認為應該排到哪裡去 我認為 如果說要一定是有廢水的話 還是要排到老街去 那你一直都沒有辦法嗎 沒有辦法啊 你文給桃園縣他也不理你啊 經濟部來一個 你們發了文 經濟部兩天又去說 好可以排到消禮西 那這兩張廠商當然 他要聽誰的 他當然不聽你們的話 那你要怎麼辦 現在您說明啊 你現在要怎麼辦 這有兩個情況了 一個就是說 在法的情況 一個在 剛才我講為什麼我贊成老街溪 我從感情的角度 我會贊成排到老街溪 因為 本來就是要在老街溪 但是 現在消禮西排放排放到這裡 他只有去改取水口 竟然去改取水口 但是 非常好笑耶 我向您報告 在法的狀態 如果他消禮西不做飲用水的話 照環民法下來 他是可以排到老街的消禮西的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他不要排到消禮西 當然是不要排消禮西啊 那他就不排老街溪啊 對 道遠縣政府都非常的蠻悍啊 他不準啊 那你們有什麼辦法 你們剛剛還有什麼 什麼督察大隊環境環保警察去去罰 罰好幾次也沒有什麼效果啊 所以現在你看我們發揮的作用是說 從某個角度去讓華英友達去做他最大的努力 而做到零排放 那這樣的話 也就不需要排到這個消禮西裡面去了 啊 所以呢我們非常 呃感谢的就是 也非常高興看到的就是 某達做了這方面的努力 當然也該他應該做這樣的努力 某達更好笑的 他在這個 裡面在這個二十二頁的這個報告裡頭 某達還說要從 要優化到零耶 那零他除非他倒 他倒掉了 怎麼可能到零呢 對不對 這個真的是非常非常荒妙的報告 我向您報告這不能隨便說的齁 所以他一定要經過評估之後 他在成本上他負責器 所以他現在做 對就是做到零 這樣的話這樣十三點 現在現在他們規劃的就是要做到零 還要監察院去限制十二月十九號 之前要改 你們還沒有動說 那個原因是說 他在某種程度他的技術部分 他還要去確認他有把握他才能做 署長我看你這個署長 非常的窩囊 我看你 你現在竟然一點權力都沒有 這種事情十三年還處理不好 那你在你的任內也沒有看到什麼作為 我看署長 如果這樣看來 你就應該下台了 下台算了 請趙天林委員質詢